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品牌到IC设计,库存水位陆续拉紧报,供应链接连进入滴雷区。 率先崩跌的就是驱动IC产业,暴起暴跌,损伤惨重,为快速止血,不得不砍单毁约,赔给台积电,连电的金额就超乎预期。 例如,2021年大赚的敦台,2022年因第三季提列近25亿元的存货跌价损失而导致全年大亏,龙头厂连永泽跌势较轻,2023年获利年减28.04%。 此外,MCU产业也是快速打回原型,价量显著大跌,至今库存仍未清理完毕。 另外,台湾IC设计龙头联发科2022年业绩虽未见衰退,但先前对于2023年表现则已明显转据保守。 市场先前认为,由于多家客户,手机库存调整至少超过半年,联发科2023年业绩应会明显衰减。 然而,4月1时两大记忆体台厂,历程、群联率先甩开记忆体行业低潮。 双方军表示, 客户提前回补库存,开始加大下单力度,订单量明显回升,今年状况将优于预期。 台湾媒体报道,收益于库存去化节奏加快,加上业界传出记忆体大涨三星,有意改变先前坚决不减产的态度,考虑着手减产。 历程执行长表示,客户开始加大下单力度,今年状况将优于预期。 群联也透露,客户提前回补库存,订单量明显回升,约20%。 业界人士表示,记忆体报价持续下滑已超过一年,SK海力士、美光等大厂为此以积极减产进行应对,希望能借由产能调控,减少市场供给量,扭转供过余求现况。 随住龙头三星,原本坚决不减产的态度可能转化,有望加速驱化库存,以及使供需回到健康的状态,因而出现逢低价大量补货的买气,助力试况回温。 毕成是全球记忆体风策龙头,群联则是NAND Flash控制器晶片大厂。 法人认为,仰大厂近期接单同步暴劫,率先感受到事况转强,透露整体记忆体晶片市场正快速复苏当中。 毕成曾在三月中旬的法说会上表示,今年一季度运营比过往淡季还淡,第二季起财有望,缓步回升,但时隔仅半个月,情况似乎就出现了大转变。 其执行长之言,随住业界库存逐步建议,近期客户极单涌入。 公司对今年的展望与看法将优于原先预估。 记忆体市场相比逻辑晶片市场更晚进入修正,也较晚回温,并且记忆体业者多数都拥有晶圆厂,减产力度不敢太重,随着客户库存区画差不多到一个段落,产业自然开始恢复拉货力度。 群联执行长指出,目前NAND Flash报价相当便宜,成功刺激终端需求,以观察到市场需求正呈现倍数增长。 探断会有其他记忆体晶片原厂再宣布减产,代表后续有机会迎来产业景气回春。 群联已感受到客户群提前回补库存的集单需求,近期订单量显著回升约两成。 群联内部未因此自满,正积极抢搭AI热潮带来的商机,推出全新ASIC设计服务平台。 群联强调,透过该公司自主研发的IP,以及累计超过80亿颗IC出货记录的市场认证经验,提供IP授权,ASIC设计服务,固件开发,PCBA整合,软体开发,验证等, 协助全球各类型的客户提供完整的系统单晶片SOC整合及后续的量产规划。 终端PC品牌方面,红旗、华硕在2022年第四季都出现亏损,且对于2023年上半仍保守看待。 而半导体崩落最后一棒的晶圆代工,包括台积电在内。 2023年,手机业绩将衰减,先前对于景气、回温时间点也都相当谨慎保守。 然,据半导体业者表示,近期半导体低迷情势出现好转迹象,甚至已见数道复苏曙光。 其一是晶圆代工最坏情况将过,除部分终端产品库存去化加速外,美中冲突下的转单效应也将发酵。 第二季产能利用率,业绩有机会止跌回升。 其中,更盛传台积电28奈米至年底仍会是满载盛况。 而5奈米、4奈米等热门制程产能利用率也逐迹回升下,台积电开始评估下半年, 针对部分制程二次调涨代工报价。 若台积电强势再涨成功,将令晶圆代工业者报价更为坚定。 据半导体业者表示,除台积电、世界先进等业绩产能利用率渴望提前回升, 台积电更盛传下半年有意再调涨热门制程报价。 市场传出,营运最早且直接暴跌落底的驱动IC大厂联勇、细创等, 受惠终端需求止跌缓升,客户回补库存与新品推出。 4月调涨部分驱动IC报价10%至15%。 半导体业者预期,库存降低需求回温下,供应链也按实力强弱逐一回温, 实力坚强的大厂将率先挥别低谷,重启成长动能。 随着中国解除风控,工作生活恢复正常, 第二季进入五一与六一八购物节档期, 运营商促销,以及家电下乡和新能源汽车等政府补助将上路带动下, 终端库存,渴望加速巨化。 由于压抑多时的中国消费需求渴望喷出, 下半年半导体科技产业景气渴望优于预期, 对大厂而言,英媒那么悲观,全年跌势,渴望收敛。 台积电从2023年初开始,感到高库存和低需求的压力, 而代工预计2023年第一季度消费和数据中心领域的需求将减弱。 不过,台积电预计下半年营收将反弹, 6nm7nm利用率将回升。 英特尔作为台积电的客户之一, 其代工了瑞旋ARC全新高效能游戏显示卡品牌, 第一代产品就是Alchemist显示卡DGR。 按照之前英特尔公布的开发计划, Alchemist之后分别是BattleMage, Celestial和Druid共四代产品。 与前三代不同的是, 第四代的Druid将采用新的XE架构, 以取代原有的XEHPG架构。 英特尔目前正在按计划推动GPU研发, 传额2024年下半年将推出第二代BattleMage显示卡, 采用4nm工艺制造。 2026年下半年推出第三代Celestial显示卡, 采用3nm工艺制造。 去年有报道称, 英特尔GPU开发团队大部分成员都已转移到第二代产品BattleMage的开发工作中, 同时早期的驱动程式和软体堆战工作, 也已在进行甚至个别成员已开始了第三代产品Celestial的前期工作。 此前英特尔一名研究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 英特尔在Alchemist上根据细分市场的需要, 及产品的可扩展性和特定应用, 将XE系列架构分成了四种, 现在已经吸取了的教训。 BattleMage将简化成两个架构, 分别是XER-LPG和XER-HPG, 这将简化驱动程式的开发, 降低成本并提高兼容性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 台积电已经从英特尔赢得了非常大的GPU生产订单, 包括了Alchemist之后的BattleMage和Celestial。 英特尔仍然看好GPU市场前景, 认为消费端上电子竞技和人工智慧 将继续推动需求, 企业市场上对人工智慧和其他密集型运算的需求仍在增长。 历经近一年需求大跌, 全球半导体科技产业链苦线砍单、 杀价、毁约赔款, 甚至由大赚到亏损困境后, 混沌黑暗隧道将至尽头, 复苏曙光中线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,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